如果孤独有10级 一个人呆在一颗星球上是几级呢 这艘飞船坠毁在一颗星球上 男人不停调试信号呼叫基地 四周的线路乱成一团 他的右手严重骨折 幸好通讯设备还能运作 这里距离他们的太阳4.3光年 大部分的设备都不见了 到目前为止 还不了解外面的大气成分 只有半台发电机和三块太阳能电池能用 男人询问是否能进行维修 库克表示 飞船损坏严重 一个人不可能修好 所以才需要基地的帮助 男人就在刚刚定位到了飞船的位置 但是基地没有东西能拍上用场 他只能靠自己了 突然飞船仅剩地电断掉屏幕 一个名为拉比将军的声音传来 基地方面理解库克的处境 他们尽可能发射维修指令 传输效果不能保证 突然通讯装置断开连接 一旁的设备冒出火化 库克急忙将火扑灭后 拿起手电打开了舱门 外面的空气没有问题 走下山坡后 库克喊道 四周没有任何回应 库克只能先回到飞船里面 就在他关上舱门没多久 远处的树丛剧烈摇晃起来 显然有什么东西藏在里面 启动备用的太阳能电力后 屏幕成功显示拉比将军的面容 库克继续报告 飞船无法航行 这里整体和他们的相似 只是目前没有发现生物的迹象 拉比说起基地的情况 之所以不能向他提供救援 是因为战争迫在眉睫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就会开战 整整五亿人都会参与战争 不会留下任何人建造飞船 库克终于理解基地的处境 没有人会来救他 那继续联系的意义在哪里 拉比解释只是为了两点 第一是缓解库克的孤独感 第二则是让他知晓 原本的世界是否还存在 库克听完情绪崩溃 战争的程度到达了毁灭级 过了不知道多久 外面的天空依然是黑的 库克继续联系拉比对话 他在这里感受到无比孤独 附近除了一些果树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 拉比却很羡慕这种生活 整个世界正在经历死亡 即便如此 现在的位置也不安全 400英里外的地方都有炸弹 基地很遗憾 没有派其他人一起航行 这里对基地来说是完美的避风港 库克却觉得是巨大的黑暗地牢 更何况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就在这时一旁的手下 提醒拉比位置暴露 得赶紧转移到别的地方 在双方互助好运后 库克将通讯设备关闭 他再次往外探索 突然发现地上有几个圆圈 很明显是其他生物留下的 孤独许久的库克不由兴奋 随即站在山上不断呼喊 没有人比他更需要朋友 长时间的孤独真能被逼疯 可是不管他如何叫喊 附近都没人回应 一块飞来的石头将他打晕 就在这时 飞船里传来声音 这是拉比最后一次联系 不久前 双方互相投掷核武器 放射性物质增加了500倍 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很明显 双方都将对方消灭了 库克没有听到后续的声音 时间转眼来到早上 他吃痛地从地上醒来 脸的右边被砸出鲜血 他刚回到飞船休息时 里面的舱门被突然关闭 库克猛地转头看着后面 随即从地上抄起铁棍靠近 舱门被从里面锁死 手上的铁棍不断敲响 里面还是没有回应 库克决定走到外面去 这样就能留出空间让他出来 生物可能听不懂他的语言 但是能表明友善的语气 库克来到不远处的树下 没过多久 飞船响起开门声 突然身后传来乌鸦的声音 库克被吸引看向身后 那个生物趁机跑进树丛里 库克见状急忙追了上去 紧接着一头扎进树丛后 抓住了一只脚 面前居然是个女人 库克将手中的铁棍扔到地上 女人依旧害怕地躲避 两人的语言完全不通 他听不懂这个男人在巴巴什么 库克一字一顿介绍自己的名字 随即用手在地上比划出星系 因为偏离航道没法回去 这里是唯一看起来可以居住的地方 女人也用树枝画出自己的心系 库克看懂表达的意思 她的星球脱离了轨道 逐渐远离了他们的太阳 只有她逃了出来 库克好奇 飞船哪去了 女人看到生动形象的手势予以回应 她的飞船也坠毁了 库克再次介绍自己的名字 既然同样身为智慧生物 总能共通 他可以为诺达提供食物 两人可以陪伴对方共度余生 不得不说这一番话 是真的直白 刚见面就娶老婆 得亏诺达听不懂 库克伸出手邀请共度晚餐 随即用手笔画进食的模样 来表示吃和食物 诺达有样学样的听懂一些 库克刚想起身兼器铁棒离开 诺达以为他要动手急忙跑走 却一个跟头摔倒在地 库克连忙将手中的铁棍扔掉 他还想解释 直接被一巴掌扇了过去 诺达随即朝远处跑去 库克终于意识到 不只是语言的问题 不同的品种 最终总会这样动用武力 就像原本的世界一般 此时他回到飞船听到了录音 拉比希望 库克在新世界会有所不同 如果遇到了其他生物 不要带有愤怒和恨意 他很希望会有那么一天 可惜他们已经见不到这一刻了 库克听完幡然醒悟 基地的人全都记了 或许真的得放下情绪 彻底想通的库克 带着满包的东西准备离开 诺达竟然站在下面等着他 库克要找一处地方定居 有点类似花园的地方 诺达连忙表达自己的意愿 库克看得出 这是深情加入的手势 很高兴能陪伴求生 接着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 库克想知道用他们的语言如何表达 诺达以为这是吃的意思 库克笑着摇头 不是食物 这时诺达伸手摸向泥土 他们给这个星球命名为地球 库克也说出了自己的全名 库克宣布 从今往后 地球就是他们的家 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来到了一棵果树下 这就是夏娃一直吃的东西 他将食物递给了亚当 这棵果实就是开端 从此两人扎根在名为地球的星球上